那么这个准备好鸡肉 炕盐 炕盐把这个鸡 腌制一下 不需要太久 有5分钟也可以 30分钟也可以 一个小时也可以 那就可以了 现在热锅 这个姜 要怎么切都可以 要切姜片啊 姜丝都可以 不是很大的问题 就随意要怎么切都可以 然后把香 把这个姜给 用低温冲干 冲干一点 那么那个味道会比较出 那么稍微的 稍微的冲干 稍微的冲点干 输到这个姜的香味 所以学习烹饪呢 最主要叫 要学习闻这个香味 不太需要跟住视频的这个时间 因为每一个家庭的 这个温度 还有这个锅都不一样 所以 其实不太需要跟住视频里的时间 最重要就要学会闻味道 那么闻到有姜的味道 就可以下鱼了 炒香 炒香 放入一个爆香 那这个爆香就可以用这个鸡炒一下 这个是黄酒 这是黄酒 再加入这个花椒酒 然后现在高温的炒一下 让这个酒入润 这个水呢要盖过这个鸡肉 那么现在就让这个中的温度 中的温度让这个鸡肉焖一个20分钟到30分钟 已经20分钟了 再加入这个 再加入一些这个黄酒 现在要试味道 试一点的味道 嗯 如果觉得有酒的味道呢 就是已经可以的 如果没有酒的味道呢 就必须再加盐 再加盐 现在可以 那么这个盐呢 是可以把酒的味道掉出来的 所以如果觉得没有味道呢 不要再加酒 要加盐哦 记得哦 如果没有味道的话 不是要加酒哦 是加盐 盐就能够把这个酒的味道掉出来 好 现在因为我们在 腌制那个鸡肉的时候已经放了盐 所以现在是有酒味的 够咸了 所以就不需要再放盐 如果呢 没有味道呢 就可以再放盐 记得是放盐不是加酒哦 好 那我们现在加入这个葱 葱段 葱段呢 可以加多一点 因为这个是注重的葱段 今天就只剩这些 所以加入这个葱段 好了 就可以上桌了 好香好香哦 非常好吃的一道古早味 花雕酒加黄酒鸡 MING PAO CANADA